大陆新任外交部长秦刚首次中外记者会中美角力下 台湾会不会成为美国摧毁计划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让秦刚有备而来 我知道今天肯定要问到台湾问题 所以我特地带来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我首先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里的两句话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怎么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罕见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言辞警告美国和台独势力 台湾分裂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 台海和平稳定的真实威胁是台独分裂势力 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如果美方真的希望台海风平浪静 就应该停止以台制华 不过在提到他接棒后 大陆外交的新展望 他则是多次提及和平两个字 提及中美间的矛盾 他妙语化解矛盾 强调中美就像衣服上的纽扣 一颗错会怎么样也穿不好 言辞措辞中也带有幽默 秦刚曾自认自己是战狼 不过有别于上一任的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秦刚的用词和态度是相对的柔软 不过在面对台海问题呢 他则是再度向美方喊话 不要再高以台制华的手段 而且呢他也再次的重申 台独绝对是两岸间不可碰触的底线 以上是记者联系人配 与北京采访报道 他是澎湖浮澎 恭喜莱登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条啊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